各位家人大家好 在西方有一个原罪理论 这个理论是说 上帝造了人 并和亚当夏娃定了第一个约 后来人受到引诱 毁了约 犯了戒 上帝大怒 把人从伊甸园里赶了出来 因此人的恶是生之俱来的 那怎么办呢 西方的理论 就是要用上帝的意志来抗管人 希望人能够明白 信奉上帝不断的应罪赎罪 最后可以生路天堂 上帝的审判 至高无上 在中国 佛教讲究六道轮回 道教讲究十八成地狱 做了坏事 可了不得 即使在阳间 即使在阳间得不到惩处 到阴间一定逃不掉 有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人死了 一了百了 谁会惩罚 中国有很多老话 比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再比如听人劝吃饱饭 有些东西 你相信他 最后发现 并没有什么坏处 你不相信他 最后发现 反而可能会倒霉 那为什么不信呢 不信的前提 就是自大 就是无知 就是愚昧 太上改样篇 关于人性恶的一面 阐述的特别好 特别细致 我们看这部分的第四段 从第32条到第42条 一共有11条 也差不多有20个恶吧 第32条 苟父而骄 苟免无耻 如果侥幸得到了财富 就骄傲之大 为父不仁 傲慢 无礼 如果不应免除 而侥幸得到了免除 并没有阴耻 而心生借据 继续保持 原来的毫无羞耻的内心 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会有福报呢 第33条 认恩推过 嫁祸 卖恶 把属于别人的恩德恩情 冒领过来 把属于自己的过错 推卸出去 推给别人 这是多么的可恶啊 把属于自己的灾祸 转嫁给别人 用自己的恶行 恶习来厚利 这是多么的愚昧和不止啊 第34条 那又何必当处呢 当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非常多见 值得我们警惕 牢牢记住这样一句话 善不及 无以成名 恶不及 无以往生 好治为止吧 千万不要欺贴 第35条 错人所长 户己所短 在生活和生命的里程中 一直对别人的长处 进行摧残和压制 对自己的不足 却不允许批评和直率 拼命地遮掩自己的短处 这样的人一旦掌权 那就是社会的大倒退 就是对国家人民犯大罪 比贪污几个钱还要命 第36条 称威破邪 纵暴杀杀 利用自己的威势 来胁迫别人服从 放纵暴力 对人进行伤害 有很多人 做黑社会的老大帮凶 有很多人 做黑社会的保护室 一句话 都是钱闹的 这是罪恶累累的 一定会遭到不好的报应 第37条 无故剪柴 非礼烹斩 中国人一直讲究 勤俭节约的美德 不要追逐过度的物质享乐 享乐本身也是一种坠果 衣服买了一件又一件 买回来又不穿 没来游的就大鱼大幼 不吃海晒 虽然满足了科普 却降低了人生的福气和运气 非常不滑顺 我们看那些大德之人 就比如 鱼米红 穿的衣服很普通 说到话很平时 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区别 第38条 散气无骨 老有众生 粮食千万不能浪费 老百姓不能轻易的指使他们 做这个状态的 毛主席就教导说 贪污和浪费 都是极大的犯罪 江西百姓 天下才会安定 第39条 破人自家 取妻财宝 有的人一度是坏事 总是设法败坏人家的事业 并浑水摸鱼 企图把人家的东西 占为己有 这种行为 严重了是谋财害命 不严重是心怀不轨 一定没有好报 第40条 绝水放火 以害民居 就是因为某种需要 决断了水流 放火进行焚烧 不小心毁坏了他人的居所 像把河水拦住 不让水流下去 下游居民就面临 无水可用的局面 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人激电仙人 不小心研发火柴 也是这类情形 第41条 紊乱规模 以败言功 规就是规矩 模就是方式 紊乱规模 就是故意 搅乱 破坏他人已经形成的制度 达到破坏 败坏他人成功的目的 居心不良 哪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第42条 损言弃物 以穷人用 把人家的东西给毁坏了 使人家再无法得心应手 这也是一种罪 上面就是太上感应篇 关于人性恶的论述 第四个段落的一些内容 大家一定要充满借据和敬虑 别人我们管不了 神仙是不是忽悠我们 我们更是没有办法来左右 但有一条 我们可以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工夫 管住自己 管好自己 改变自己 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这也是非常靠谱的事情 这也是非常靠谱的事情